他留下這些文字 但是他帶出來的信息 是要告訴我們 怎麼樣的信心盼望和平 而且他毫不貴眼的去控訴那一些 胡作非為的人 包含他把亞納、卡亞法 這樣的記者的名字都寫下去 他公開點名在那個時候 不公義的政治與宗教結局 如果這樣來講的話 其實約翰的文學是什麼 非常厲害的什麼 很詳盡的報導文學 充滿公義、憐憫的筆 但是也有人性的關懷 這個也是什麼 台灣第一份報紙 我曾經在這當中 侍奉從2002年到2012年當中 伴隨我生命的當中 所以今天在這個組日當中 我們也一起來關心教會風暴 在我們的周報當中 也有提供 教會風暴所提供的這個 奉獻帶一句 我日主日 特別是這一份 更新周刊 它是完全免費 而且在每年聖誕節的節期 帶象節節期當中 你可以把這一份 成為送給你的好朋友 你的鄰居的一份禮物 我有做過一個實驗 我每次做禮拜的時候 結束之後 都拿著這一份 去投我家的信箱 那我家的信箱 就有一個回收那個什麼 废紙 投一次 就一看到废紙出現在那裡 投五樓他丟 然後我就把那一張剪彩投二樓 投二樓他沒丟了 把他頭拿去打謝住 之後他又丟了 不要把他投 不要把他當成這樣 我相信有人透過這個文字 會推提到感動 那我特別是 今天是12月9號 其實明天是什麼日子 非常重要 在帶象節節當中 我們也特別要去紀念這件事情 因為有太多不公義 和不自由和不平安的事情 同樣在這個事後發生 在1979年的12月10號 是什麼 美麗島事件 高雄 大遊行 那個時候 我們台灣清朝教會 後來在這段 從也有一些人 包含高峻里牧師 因爲什麼藏匿失明而案 而被包含了四年 三個月又二十一天 但是這是要紀念什麼事 叫做世界人權制 用我馬字拼成方言 有愛推行國語 教廷就教育廳 通知教會禁止 我們也曾經走過這樣的路 但是教會公報 曾經也因為這樣被沒收等等 但是他堅持了下來 也讓我們可以有什麼樣 自由使用母語的自由 其實在今天非常重要 全世界都在看這件事情 今年的戴上結席 我們是什麼 2018年12月10號 就是明天 是世界人權圈圓七十周年 也是世界人權之 特別在拜上結席的時候 談人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 所有有血肉之氣的人 都要看見上帝的救恩 上帝的救恩是怎麼樣 不分種族顏色 不分性別年齡 不分你信仰所做交 不分族顏 這樣的救恩已經領到了 而我們這個世界還所在的 這樣子違反人權的事情 這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意 在這當中 在今年的主題叫做 We all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我們都知在怎麼樣 在一個平等 dignity是什麼 尊嚴和有人權當中 共同生活 這個是聯合國 在今年 human rights 聯合國有人權 組 政權委員會 特別在今年是什麼 世界人權圈圈七十周年 也就是明天 特別在這一個星期 我們要紀念這件事 然後台灣也是一個人權的國家 特別我們聖誕節可以做些什麼 每一年在蛋象節期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國際特色組織 簡稱叫做AI 他有發起一個 我們不是會寫聖誕談 有一個叫做寫信馬拉松 你現在可以拿出手機 照這個QR code 會出現一封聯儲信 今年是要聲援九位 他有在全世界各個地方 受到不公益對待的女性 他們是政治犯 有些是媒體工作者 有些年紀非常緊 他只是為了人權的強迫 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你只要掃這個QR code 上面填嚴屬性 這個嚴屬性會透過AI的系統 提到那一邊的政府 越多人去聲援這個事情 越多的公益和自由 可以釋放 讓他們也可以在這聖誕節當中 得到這樣的盼望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是這個 有一個叫李明哲 去年被去中國 就失蹤了 到現在呢 就被關在那 在這當中 國際特色組織 特別 一直也在呼籲 無論是我們選舉選得怎麼樣 無論是我們的政府 政府怎麼樣電動 人權 自由 公益 這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這一些是什麼來的 從聖經來的 從上帝的話來的 所以我們聖誕節當中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你只要把手機拿出來 照一下QR code 寫個救援信 如果你覺得你的名字怕留下來 你也可以寫英文的名字等等 讓他們在這些獄中的人 感受到溫暖 也讓不義的政府 感受到壓力 而讓真正的自由 汗光明暗 臨到我們這個世界 在這當中 在今年的世界人權日 其實有一個全世界性的海報 這個是一個西班牙的小朋友畫的圖 然後它有不同的拳頭 它是講的 with liability and justice 是什麼呢 自由和公益 所以 為什麼有人 沒辦法有自由和公益 所以怎麼樣 它用不同顏色的拳頭 代表世界上不同地方 不同種族的人 其實我們是怎麼樣 在這一個當中 我們是要走一條 真正自由和公益的道路 它 正是它的畫 也是一種祈禱 也是在這當中 我們再一次 在代降結協的當中 我們用信心和預備 來走這一條路的時候 也捲骨在這當中 世界上還有地方 很多地方 有受苦的聲音 還有地方也不公益 包含台灣 我們在這當中 願主 我們再一次來念 獨家福音第三章 五到六節 願 一切山蛙都填滿 大小山崗都要消滅 彎彎曲曲的地方 要改為歷史 高高低低的道路 要改為平安 凡有血肉之軀的 都要看見上帝的舊人 獨家福音第三章 五到六節 接著下來 我們的敬拜堂 要帶我們來唱 有一首歌叫做 我相信 這一首我相信 也讓我們在這個當中 我們一起來學習 在我們的代降學習 學習信心和預備的功課 當我們祈禱之後 我們就請敬拜堂 來帶我們來唱這一首 我們回憶的詩歌 我相信 主上帝謝謝你 因著你 神聖的約定 神聖的立約 你充滿拯救 你拆遣耶穌基督 來到你當中 合手主也幫助我們 在代降節節 在迎接聖誕的時候 我們由信心來預備 謝謝主 你的恩典治癒我們 我們同時也看到 好像在陸家福音的當中 陸家可清楚的點名 在那個時代當中 這時代主經存在 弱感程度的不光明 好像第一根支 雙神器所寫的 這個是一個黑暗的時代 卻是最光明的時代 通常說 我們這個時代也是這樣 在台灣 在世界各地 也有 壓迫 也有不公平的護身 的哭 哭喊 很多主義的慈愛玲 在這個當中 也讓我們 在這個代降節節當中 去思考 常常也為那些受苦 的人祈禱 不光是我們自己 臨受恩典 也願主 你這樣 這樣 平安和平 臨到所有 就像主 在聖經所說的一樣 所有血肉之軀 都要看見 主善定 你的救恩 讓你的救恩 臨到我們當中 我們當祷告 都奉諸耶穌基的生命 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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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聽一次 沒關係 我們說 世界太寂寞 唯有你付出一切 只换来眼泪 花儿开 花有限 尊严 一场空 我承认 留不住天真 那冷漠的人间 仍有温暖的安慰 感动我 顾虑我 珍惜 我所有 我相信 上帝的悲鸣 母亲的眼泪 孩子的眼睛 沉默的千美 胜过世间寻绕的骄傲 我相信 真心 我相信 爱情的见证 首月的可归 宽恕的美丽 无畏的奉献 点亮生命声长的意 帮我相信 帮我相信 真心 他们说 世界太寂寞 会不会爱付出一切 只换来眼泪 花儿开 还有些 尊严 一成统 我承认 留不住天真 但等下的人间 仍有温暖的安慰 感动我 鼓励我的窒息 我所有我想起 上帝的背影 母亲的眼泪 孩子的眼睛 沉默的前辈 生活时间寻绕的骄傲 我相信 珍惜 我相信 爱情的见证 守约的可归 快速的美丽 无畏的风险 颠倒生命全场的意义 我相信 珍惜 我相信 珍惜 珍惜 谢谢 那我们现在来回应神的爱 谢谢 刚刚牧师有念过了 时间有限 超好的 直接奉献 谢谢